哪些呢 你们看一下 第一个色紫 第二个剪 到第三个胶水 第四个脑袋跟钻心 细心 好 色紫呢 其实只要有颜色的纸 就称之为色紫 在 你想要 整点钱的话 你只要找有颜色的广告纸 或者是颜色深一点的 跟你的白纸比起来的话 深一点的让你在 可以粘贴在纸上 你好 方便你自己以后 在翻阅的时候比较清楚 所以请你就 拿好色紫 描好三个前片 画好BP点 然后画好我们前片的折子 这个红色线待会再跟你说 先完成这三个动作 对不起 先剪好这三片 然后画好折子 待会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上课 一样 在你还没有准备好这些东西之前 请你按暂停 去跑步 把它给拿齐了 再按Play OK 好 在这中间的期间 如果你们要对于 我们先针对 葛雷斯同学的这一个 这一个制图做一个 稍微的一个修正 因为它的制图也提醒我们的 要做一个所谓纸板修正的部分 第一个 我们再看它前垂份的地方 好像前垂对不起 这贴起来好像可以看不太清楚 在它前垂份的这个地方 请特别注意一下 前垂份就是有关胸部大小 我们葛雷斯同学很谦虚的把前垂份画得很小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ECOP的一个同学 所以其实不用这么谦虚 在前垂份的这个地方 它其实应该是我们的领宽的二分之一 所以这边基本上这里就是要跟它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小了一点 当然如果说你的COP 你的胸部很大 所以请你前垂份要加大一点 但衣服穿起来老是都会掉掉的 为什么 因为前面太短了嘛 胸部太大了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就要做纸板的一个确认 所谓纸板确认就是 当我们衣服车合起来的时候 这边会车合 这个地方也会车合 所以我们要去确认一下 我们的纸板在线条上面有没有顺畅 怎么确认呢 来 我们先把我们的前后片 拿一张纸 把前片描下来 请用折双 有没有 我们折双线怎么用的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折双 用了一张纸 即使你不折双 我们一样也可以看得出来 再来就是这个后片 后片在这里 对不起 这是前片 搞错了 后片在这里 我们就把后片 描下来 直接剪下来 我们开始来 整理一下我们的版型 在版型的时候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修正 第一个 我们先把我们的前片 描下来 前片拿出来 好 我们的纸板画好了 对不对 前片只要先 画一个这个角度 领围线 尖线跟绣绒线 画下来了 再来后片 我们就画这个地方 对好 当然了 这边有折子折起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 你看不出来的 我们重点 我们现在是要教你们修 绣绒线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 你会觉得它怎么会凸出来 然后又凹进去 其实不顺的 因为笔太粗了 所以很明显的 看不太出来 当你把这两个 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认真看一下 你会觉得 这边怎么会感觉上 凸凸的 这个地方 其实不应该这么凸 它感觉上线条 就出现这种 所谓的 尖角形的 应该不 这个就不圆顺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很简单的 就把你的笔拿起来 轻轻的画顺 也许会修掉一点点 没关系 两边一起修掉 它一样接起来 它的尖线还是一样的 好 这就是一个 基本修版的一个动作 领维线也是一样哦 照做 葛雷斯同学的领维线画得很好 非常的顺畅 你看 在这边 这个领维线看起来 其实它是非常顺畅的 一样要记得修这个版 千万不要出现这种 很奇怪的角度 好了 开始上纸 折子转移的部分 我们第一个 记得记得 没有准备好 请按暂停哦 折子转移第一个 我们先来 教领折 领折 什么叫领折 就是 我现在不想把折子打在 腰围线上 我想把折子打在领维线上 好了 那什么 什么打呢 什么公司里面没有教我们要打在领维线上啊 来 拿出我们做好的设置 第一个 你一定要在你自己自己记录的一个笔记本里面 你要先画好 画好 圆形 对 我们的纸板 在这边 对不对 我们的设置 好 然后再来呢 把折子也画好了 BP点也画好了 你自己要画好这个 然后我们待会要黏上去我们减好的一个部分 这条线 就是我们即将要转移的 折子线 我们要把腰折转到领折去 怎么做呢 第一个 我们先在BP点 请用个剪刀 从领维线上这边 尖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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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到BP点 好 剪刀拿出来了 然后我们开始剪 来你看哦 这样子 从这边 剪到BP点停 刚好到BP点停了 再来拿好 我们折子开始要折起来 把折子假装要折起来了 我不要腰折了嘛 所以我把折子要折起来 折子的内折 请倒前中心 什么叫内折 来看一下屁股这边 屁股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拿起来的地方 对不对 把它倒前中心 所有的折子习惯性要倒中心 好 你看 我把它折起来 上面这边是不是就开口了 对 没错 它这边会有开口了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拿胶水哦 把背面涂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 你看到折子在这里 我把它折起来了 上面就开了 因为剪刀我打开了 好 我们就把它黏在这个旁边 把它给黏好 有一点翘 因为我这边不好黏 我没有胶水 好 钱 下次 好 我现在要黏好了 再来呢 我们要做一个动作 我们说过了 折子绝对不能打到BP点 我们为了要剪开 到这边 所以我们请离它2.5公分左右 我们开始重新求一个 新的折子 来 这边的这个点 不变 好 到2.5公分的地方 画起来 然后再来呢 这边也不变 然后这个地方 再把它给连接起来 然后整个外围线 我们用个笔 把它给画好 这边一样 到时候这边一样 也是一个所谓的 折双线 因为它是前中心嘛 除非你要开口 是做那个 开门巾的衬衫啊 或者是什么 其他的地方 你就用这种 笔 把它给画好 这样子 我们就把这边的折子 这个 这个记号叫做 合并记号 我们把它折起来了 消失了 改在领维线上了 好了 你们自己动作要快哦 再来 第二个 我们的就是 学习一个 斜边则 我已经都做好了一个 预备图了 你在左边请你画上 预计要画的 就是我们预计要从哪边剪开 我折子想要移到哪边 这是设计师决定的吗 还是 对 你就是设计师 你可以决定你的线要画到哪里去 例如 我们现在的 折子 我们目前预计 把它开到这里来 我想把折子转移到这边来 我不要夭折了 所以 你也可以把折子转到这边来啊 当然没问题了 哪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 你想转到这边 你想转到这边 就请你拿着剪刀 大方的把它给 剪下去 一样 下面的折子 把它给折起来 好了 它就长成这样子了 然后用胶水 把它粘上去 粘上去之后 一样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不可以马上开 折子开到BP点 请往这边推 2.5公分左右 甚至 看你的折子大小 你可以到时候去 局部做调整 我们先用2.5公分 求一个中间点 重新再来接上去 然后接到这个地方 接上去 好 然后外围线 一样把外围线重新画好 这就是叫做 把腰折转换到斜边折 上面来了 再来 还有另外一种折法 就是 我们 绣龙也可以打折 绣龙为什么不能打折 绣龙当然可以打折 我们只要把 线你想从哪边打折 只要 你开心 你是设计师 由你去决定 你可以玩很多种玩法 你不用一定说 要乖乖的怎么样 怎么样 不需要 现在 一样 左边画好了 你的一个批本图 右边 请把它贴上去 你会觉得这个地方有点 泡泡不好贴 没关系 硬贴上去 因为到时候 你的指板还是平的 你这个转移 并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 唯独就是这边的一个角度 我们请拿尺 把它修顺 不要让它凸出来 然后这个地方 一样 我们现在把它移到 绣龙嘛 所以从这边 剪开到 BP点停 一样 所有的折子都不能到 BP点 请到这边 过去2.5公分左右 好 重新连接一条线 然后把它给接过来 然后把它给接过来 这就是我们新的绣龙线 绣龙折 所以 很好玩的 你可以任意的去开 你想开的一个折 肩膀折也可以啊 对啊 这边也行 我要开在前中心 行不行 当然行哦 你爱怎么去开折 你可以开始玩玩看 好 等一下 开始继续上 袖子 圆形